各位朋友聊了你嗎? 媽媽這裡有一棵樹 這兩個都會介紹什麼? 介紹這一個 那這裡有一棵樹嗎? 認識它嗎? 它是龍樹對不對? 那請問你看到這裡它是一棵龍樹嗎? 是龍樹 而且是一棵龍樹 來往上看,你會發現它是長在一起的 沒有 它都長在一起啊,黏在一起的嘛 所以它是一棵龍樹 它是一棵龍樹 主菜在哪裡啊? 這一棵 這一棵是主菜 那其它的是什麼? 還好啊 對,龍樹的七棵 沒有錯 你怎麼知道? 沒有錯 因為龍樹的特徵是什麼? 那些就是七棵龍樹 那你現在看一下 比較細的都是七棵龍樹 這一棵就幾歲了? 一百 一百歲了 因為我們再討論 你這個大一點點 它已經有一百歲了 那 老實說 我緊張了,你笑想說 發生什麼事? 好,來 因為現在腳下踩的這塊地 所以我們還要買點第一塊地 所以買下來是這個固定的 它是老古人嘛 你看它還有老人 所以 跟各位說一下 其實它有生過病 它生病是什麼狀況? 主幹沒有辦法 衝動養分 那活得下去嗎? 就是不下去了嗎? 所以我們的養主呢 又來得夠好 讓它活下去 所以就想到一個方法救它 用什麼方法? 起水根 因為那是很多七棵龍 所以呢 既然主幹沒有辦法 呈生有分 乾脆我們就用水管 幫它養起水根出來 因為七棵龍樹一直垂下來 但如果自己打會太慢 好,打得很慢 所以我們乾脆用水管 插到坡裡面去 就把七棵龍樹塞進去 然後慢慢養 因為我們會幫它加水 就慢慢養慢慢養 本來要等十年以上的時間 或許不用 我們可能就五、六年、六、七年左右 它就到街坐到地面了 再把髮子拆掉繼續養 就變這麼大的 所以 這些七棵龍樹幾歲啊? 十幾歲囉 我記得十幾年的歷史 最簡單的一個問題 請問 現在在傳送養分是誰? 七棵龍樹還是主幹? 七棵龍樹 七棵龍樹 現在是七棵龍樹在傳送養分了 所以他跟老師講的一個題目像 七棵龍樹 作者是傳承 也是一樣的意思哦 和我意思是一樣的 那 各位介紹一下啦 那是我們華上的一個 地標性題目 先給我認識一下吧 我們這邊不能關起來啊 你關起來了 別人就出不去 我們也出不來囉 不要打開 不要打開 謝謝老師 不能折起來啦 這是我們的一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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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